如此乡五合米香红茶享于国内外 去年入台湾典藏老茶之列后 台厂茶会全台茶产区的会员一行50多人 今天下午时又再度来到了五合茶产区来进行交流分享 东道主东森茶行与嘉敏茶园 也特别在茶园中的一棵树林 30年的龙眼树下 感恩大地也分享五合米香红茶的好滋味 五合米香 来自全台各个茶区的茶农老板 来到米香红茶八原地的瑞穗香五合茶区 走进茶园感受这一片 孕育全球独有的米香红茶的天然滋味 那我们也都很喜欢这个茶叶 那我们协位每个人都是做茶的 都是在全我们台湾各地的各茶店都在做茶 但是呢我们虽然是同行都是做茶叶 但是我们都对彼此的茶叶都非常的喜欢 那我们希望台湾每个产业都非常好 瑞穗香五合米香红茶享誉国内外 更在产业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南投创立的台湾点藏老茶发展协会 去年将米香红茶收入台湾点藏老茶之列后 今天下午台湾茶会一行五十多人又再度赖到 五合茶产业区进行交流分享 哇这个茶好好喝哦 非常的甜蜜耶 赶快把杯子拿出来 凍茶凍茶 东道主东升茶行与嘉明茶园 也和五合茶区的同业 以及瑞穗香农会共同来迎接贵客 借此分享蜜香红茶产业的同时 也让全台各个茶区进一步认识了解 进而品名在地的蜜香红茶 我们的台湾检查导致的协会 他们才知道我们这次五合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也是算一个茶区嘛 就是让他们来看 我们这边的有机茶园 把我们五合的这个蜜香红茶的知名度打得更响 连续两年瑞穗香蜜香红茶成为了台湾茶会 取经朝圣之地 瑞穗香农会也产开双臂欢迎 更是大方分享蜜香红茶产业的成果 老茶协会每年都会办这个 2017年成立的台厂茶会总部设在南投 会员遍布台湾各个茶产区 电厂各茶区的特色茶品 也相互交流分享 以感恩之心发挥台湾茶人 共荣共好的精神 记者是预兰瑞色采访报道